在越南广志省美军建立了一所前哨战作为前进基地 为了防止越共偷袭 在基地周围挖战壕建造瞭望台 并在外围布满了炸弹 重机枪24小时监视着丛林里的一举一动 大兵正讨论吃的午餐就像驼食 公然叫板自己的长官是意外发生的 吹响集合哨 指挥官藏好精力文件加入到战斗中 这么严密的防守 不知道从哪里钻出这么多工具 阵地被迫击炮的火海淹没 工程兵吓得四处逃走 见多识广的特种兵端起M24不停地扫射 一个大兵看到死去的战友愣了神 一发炮弹将他原地炸飞 瞭望塔也被炸得支离破碎 美军凭借先进的武器和人海式的冲锋打退了越共 不过指挥官回到指挥所 发现机力文件已经被越共拿走 指挥官拿起电台紧急汇报 机力文件被拿走 这里能打的只有十几个特种兵 剩下的人都是建筑工毫无战斗力可言 他们不知道越共从哪个方向攻击 也不知道他们撤退到哪个方向 完全没有任何痕迹可以追踪到 总指挥派出一名得力干将帮他们扫灵越共 一个大兵刚探出头就被越南女兵扎得破心了 下面的大兵还不知道咋回事 就被一颗手雷送进了地狱坡 美军的一个机力文件落入越共的手中 里面包含数百名美军情报人员的名字 以及他们在越南的位置 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回这个文件 而越共为了反抗美国的侵略 把从中国偷穴道的地道站发挥到了机制 他们在十几米深的地下修建了200公里长的地道 越共早已摸透美军的打法 动不动就会遥控飞机狂轰乱炸 所以他们把地道的深度做到足以应付美军的炮弹 就算美军找到入口 往里面扔瓦斯催泪弹和毒气也无济于事 地道分为上下三层 结构非常复杂 为了达到长期作战的目的 地道里的设置非常齐全 有独立的治疗室 有供越共睡觉的卧室 还有单独的武器库和储存粮食的仓房 有的老铁可能会问了 地下这么深他们不会缺氧致死吗 你看看这两个美国大兵爬的就是他们的通风口 为了能长期照明黑暗的通道 会有越共通过自行车发电 不得不佩服这些越共聪明的头脑 为了能拿回机密文件 美军派出了身材矮小的大兵 这些大兵只有一只手电 一把笔水 一把消音手枪和少量的手雷 如果身材高大的大兵进去了 很容易卡死在通道里 轻易地就被越共击杀 由于不熟悉地道的环境 美军在地道里非常容易迷路 工程兵丈量距离想绘制一份地图出来 突然 竹子穿透中是身体的每一处 大兵哪受过这样的罪 爬着爬着大腿就被猛扎一刀 扎大腿还不过瘾 还要爬到身上扎 得手之后又消失在黑暗之中 这个大兵像是找到了出路 用匕首撬开木板 没想到是洪水陷阱 前后没有退路被活活憋死在水中 对付这些大兵 越共还会在地道里放置很多毒蝎毒蛇 被咬后来不及放出毒素 就会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几十个人为了找一份机密文件 最后只有两个人活着走了出来 大家对于越共的地道战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大海观影等个女朋友